B88C线上消学 今天要教导的是 如何在你的商品上面放置会动的图片 首先你要先把你的照片 说成相等的图示 300x300 但是大小不能大于50K 我们以这个玩具来做示范 玩具的照片 这两个点选的部分 都是我们自己已经刚开始做好的 它的照片的维图 240x320 都一样 然后这个也是只有20几K 那么我们先把图档这边 GRF制作软体点选下去 画面拍摄出来之后 把这个图片 imagefire点下去 然后再进入B88C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存档地方 那么我们再点选玩具 那因为有很多的图名 我们看不懂 所以把这个点选按缩图 然后你就会看到 它全部都是用图片来显示了 那刚才我们所选的图片 是属于I的 它是靠照英文来排列的 这两个 点选下去 好 那么它这样子会出来一个图片之后 我们要加上另外一个图片 加 加 好 这样子就有两个了 但是呢 我们底下 这边 还需要再加一个 影格出现 当你出现两个影格的时候 最底下这里 因为我们录影的关系 所以把它缩小一下 这里面的影格 它很明显的有两个不一样 首先 你要在这里点两下 左键两下之后 选择这个秒数 一百分之一秒 所以你打一百的话 表示一秒 一秒来变换一个图案 是这个意思 然后再来呢 左边这里 也需要 做点选 这里 第一个影格 是眼睛点下去 第二个影格 有注意到吗 第二个眼睛点下去 好 那再来呢 就是把它 给存档 asgiffile 好 那我们 把这个存档 我习惯 再把它存到 另外一个 地方 我们打名写 扇子 储存 好 再来把这里关掉 好 那接下来 我们 进入我们的 B88系的系统 好 我这边直接 就进入了 输入账号密码 好 然后定商品管理 好 我们今天新增一个商品 那商品的 我们写玩具 然后 纸扇 好 那接下来就是 存档 上传我们刚才的图片 好 扇子 一个 一定要看哦 gif 这边有看到 50k 然后这边 一样 把我们刚才 扇子的图档 全部都放上去 这边你看 98.6k 平民 扇子 扇 一支 25元 特价 20元 商品去数 打完之后 确定 好 那这样子 我们再来看一下 预览 看一下我们的最新商品 纸扇这里 然后这里就有两个纸扇 两个都会动了 好 就这么简单 您会了吗 刚刚这个两个纸扇 但是因为我刚刚按两次Enter 所以才出现的 好 那如果说还有任何问题的话 请欢迎到我的部落格 甜蜜夫妻小站 来询问 谢谢